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是全球最知名的音乐殿堂之一 最近这个音乐厅外头却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请美国万亚统计者方正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文明世界 常年飘扬的这几面旗帜是它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门廊下悬挂的红灯笼同时传递着一个新的信号 音乐厅最近的活动与中国有关 从10月21号到11月10号 卡内基主办了名为古今回想的中国文化节 这是我们第一次庆祝一个国家 我们选择中国的原因很多 他们有精彩的传统文化让人着迷 他们也有生动的当代文化 在21世纪的世界中国又是如此的重要 卡内基音乐厅不仅贡献出自己的三个演奏厅作为表演场地 他们还与纽约的其他机构合作 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整个曼哈顿似乎变成了中国城 我希望如此 这是我们的雄心 也是我们搞文化节的原因 文化节应该是一段让人陶醉的发现之旅 我们将各种不同的与中国有关的主题结合在一起 钢琴家朗朗出现在卡内基音乐厅再自然不过 但是当用板凳作为主要打击乐器的陕西平衡系老枪 也高调唱响以后 这次活动的特别之处就能显现出来了 仅从传统音乐来看 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主题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既包括汉唐盛世的华丽 也有民间音乐的淳朴乡土气息 张喜民是陕西华音皮影戏老枪表演团体张家班的主唱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 皮影老枪在家乡的生存已经陷入危机 这次美国之行收获的热烈反响给了大家新的信心 张家班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出国表演 琵琶演奏家吴满在这次文化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卡丽基音乐厅邀请他挑选 安排中国的民间音乐来纽约 我们现在大部分听到或者西方人了解的中国传统音乐 都是中国的城市音乐 所以我就是想带一套 带一些介绍一些 或者说就是民间的特别地道 特别传统 特别朴素 现在还活跃在这些乡村小镇上的 真正中国人自己的语言 吴满还从山西带来了李家道乐班 他们通常只在民间宗教活动和红白喜事中出现 贵州的洞族大哥结合了多声部的演唱和民间故事的讲述 美国观众的热烈反响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们 是很好的激励 要把民族的东西上升到这个世界的这个视角上来考虑 所以通过国际性的交流以后 有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音乐 他们在村里表演 给村里的邻居表演的同样的音乐 他们现在在美国表演 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震撼 吴满旅居美国二十年 他是中国民乐走向世界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已经与世界上众多著名的交响乐团和作曲家成功地合作过 音乐节给我的机会 我就是抓住这个机会 来这个时候趁这个机会来介绍中国的音乐 就经常人家问我什么是中国音乐 我说不出来 中国音乐不是光我的琵琶 不是太多东西了 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上 不仅有中国的民间音乐 还有当代中国音乐名家的作品 我们将在下一星期的节目里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名为 古今回响的音乐活动 好 我们刚刚介绍了刚举行的美国乡村音乐奖 在颁奖典礼上 很多重量级的乡村歌手都到场进行表演 其中包括颁奖典礼最大赢家Taylor Swift 最佳年度新人Darius Rucker 最佳男歌手Brad Paisley 最佳乡村音乐团体Lady Antebellum 知名